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民掌时代》 请大家聆听《常年期》第20周星期一读经 攻读《民掌纪》第2章11-19节 洛苏俄失事以后 以色列子民做了上主所厌恶的事 侍奉巴尔 他们利弃了他们祖先的天主上主 就是令他们利开埃及的天主 而敬拜别的神 就是他们四周革命族的神 也而激怒了上主 他们利弃上主侍奉巴尔和阿布托勒特 于是上主对以色列伐怒 把他们交在强盗手中 把他们卖给四周的敌人 使他们不能抵抗敌人 他们每次出战 上主的手总是加害他们 迫使他们面临极大的困苦 一路上主所说的 履行上主所起的誓言 上主指派民掌 拯救他们脱离强盗的手 他们仍然不肯听从民掌 反而去顶礼叩拜外邦的神 很快地背立了他们祖先所走的 服从上主命令的路 没有效法他们 每当上主给他们指派民掌时 上主就与民掌同在 在民掌活着的岁月中 拯救人民脱离仇敌的手 因为上主听见了他们受压迫 所发出的叹息 而怜悯了他们 可是民掌一死 他们便固胎夫蒙 行事必他们的祖先更坏 他们追随别的神 叩拜他们 不放弃祖先邪恶顽抗的行为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中内的兄弟姐妹 自从洛苏尔失事之后 以色列子民就成了一盘散沙 他们再也没有同一的领袖 在洛苏尔领导的时候 他们还是比较团结 因为有一个统一的领导 而也有同一的信仰 统一的法律 所以他们这十二支派因着团结 一直是从进入腹地之后到洛苏尔去世 这一段可以说是国泰民安 周围的敌人也不敢骚扰他们 他们过着一个非常和平的快乐的生活 但是洛苏尔死后 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的时候 洛苏尔死了 这些人就开始立起了祖先的信仰 开始去崇拜别的神 就是他们周围这些人的神 像巴尔神或者是其他的神 巴尔神其实也就是一个石柱 说出来他就是一个基本上跟一个男性生殖器 差不多的一个神 他们崇拜这样的神 这些邪神根本都不是神 可是 这些伊色列人 他们远离了天主 他们不单是崇拜这些神 也从他们通婚 通婚的时候自然而然的 就沾染了当地的一些恶系 随同了他们的风俗习惯 于是他们的行为 背弃了上主 于是呢 在这个时候 天主就允许周围的那些 他们的敌人 那些民族去打击他们 每当他们出征去抵抗 周围的这些人的时候 而不能去胜 圣经上说 上主的手总是加害他们 迫使他们面临极大的痛苦 这样就是上主来逼迫他们 是他们履行上主 对上主所起的誓言 也就是说 天主故意用这种痛苦 灾难 让他们警醒 让他们回想起 他们的祖先 向天主所许得诺 由此可见呢 这些伊色列人在民长期间 他们所遭受的迫害 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国王 并不是因为他们 没有同意的领袖 而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天主 去拜了邪神 可是他们自身 后来却认为 是因为没有国王 而造成的这种局面 但是从天主的角度来看 绝对不是 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天主 犯了罪 天主允许周围的这些民族 打击他们 当他们处于这种痛苦当中 灾难的时候 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于是呢 他们才想起天主来 于是就开始祈求天主 天主听到了他们的哀求 就怜悯他们 于是就派遣民长来拯救他们 当民长在世的时候 他们还会好一点 回到天主的怀抱 可是呢 民长一死 他们冲到固执 冲到千职 要固台扶盟 而且他们做的事呢 比他们祖先做得更坏 又追随别的神 这就是他们在当时 反复无常的一种情况 而民长呢 就是在公元前1200年 到公元前1050年期间 天主单独的减损了一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呢 被称为拯救者 或者是管理者 就是每当天主的选民 受到迫害的时候 天主就派遣一个来救人的英雄 这个英雄呢 不一定来自哪个支派 但是他蒙天主的招教 天主呢 就赐给他能力 来打败敌人 来拯救同胞 来保护以色列的领土 和人民的完整 尤其当时 什尔支派格子卫正 他们之间都是一个联盟 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 洛苏外活得的时候 是一个统一的 但是洛苏外死后就没有了 他们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 维系他们信仰的 维系他们团结的力量 那就是信仰 就是会幕 这个信仰象征呢 就是会幕 他象征着 对天主的信仰 可是时间长了 人慢慢的就不去了 因为他们散去的很远 于是他们就开始崇拜 他们周围的这些偶像 以后就变得堕落了 所以天主就开始惩罚他们 是周围的这个民族 来迫害他们 当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 想起天主 就呼求天主 天主就派遣一些英雄 这些英雄勇士呢 可能是男的 也可能是女的 来拯救他们 可是 这个 英雄 民长一死 他们就冲到前者 又把天主的事 置住脑后 一既然是 如同他们的祖先所做的 再去崇拜偶像 邪神 所以天主就再次 惩罚他们 这样呢 就出现了 一个民长 接着一个民长的出现 但是这个民长 他们的权力 不是往下传下去的 没有继承权 一个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单独的行为 在这里呢 就是 让我们看到 天主才是他们真正的领导 作为以色列子民 他们应当去信仰天主 服从天主 依靠天主 如果不这样的话 他们就得不到和平 得不到幸福 只有他们依靠天主的时候 天主才会拯救他们 帮助他们 所以 在这段期间 我们看到 领导以色列子民的 不是民长 依然是天主 依然是天主 所以整个民长时期呢 我们看到 出现了很多的英雄 像基德红也好 三宋也好 还有其他的 这些人 实际上 都是天主派来 拯救以色列人的使者 来吝啬 来管理 这些 以色列子民的 在这段期间 我们一方面看到了 以色列子民的 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了 一切都是在 天主的掌控之中 天主才是 真正的历史的主宰者 天主 既然减损了 以色列子民 就会千方百计的 想办法 使他们 走向正路 每当他们歪曲了 走向邪路的时候 天主 无论是用灾难 无论是用战争 或者是疾病 通过各种方式 来警醒他们 使他们回到 天主的怀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